说到许静青 这个名字你可能会觉得陌生 但是它是1986年版 电视连续剧《西游记》 25级电视剧的全部的音乐作曲 它完成了其中的15首歌曲 包括上百段音乐的创作 它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第一次呢 让我们掌声欢迎朗读者许静青 说起《西游记》 你们会想到孙悟空 想到很多人 但你们大部分人都不认识我 直到今天 我和老伴还居住在一个 普通的五层居民楼里 在这张写的台上 我写了快30年的音乐 特别是在夜晚 让我安静 2016年是八六版西游记 开播30周年 对于我来说 是很重要的一年 74岁的我 迎来了我的第一次 大家好 我是许静青 今天我要朗读的是 《八斤的灯》 即此篇文章 献给所有热爱西游记的你们 我望着这些灯 灯光带照 灰黄色 似乎还在寒气的西游中 微微颤抖 有一两次 我以为灯会灭了 但是一转眼 昏黄色的光 又在前面亮起来 这些深夜 还燃到的灯 他们 似乎只有他们 默默地 在散布一点点的光和热 不仅给我 而且还给那些 寒夜里不能睡眠的人 和那些 这时候 还在黑暗中摸索的行路人 大片的飞雪 飘打在我的脸上 我的皮鞋 不时 陷在泥泞的土路中 风 几次要把我摔倒在污泥里 我似乎走进了一个迷阵 永远找不到出口 但是 我始终挺起身子 向前迈步 因为我 看见了一点 逗大的灯光 灯光 不管是哪个人家的灯光 都可以给行人 甚至像我这样的一个异乡人 指路 我爱这样的灯光 几盏灯 甚至一盏灯的微光 固然不能造成黑暗 可是 它会给寒夜里一些不眠的人 带来一点勇气 一点温暖 孤寂的海上的灯塔 挽救了许多船只的沉没 任何船只 任何航行的船只 都可以得到那灯光的指引 哈里西岛 哈里西岛上的姐姐 为了弟弟 点在窗前的长夜孤灯 虽然 虽然不曾换回那个航海远去的弟弟 可是 不少 普遇归来的邻人 都得到了他的帮助 光 驱散了我心灵的黑暗 热 促成他的发育 一个朋友说 我们不是单靠吃米活着的 我自然也是如此 我的心 常常在黑暗的海上漂浮 要不是得到灯光的指引 它会有一天 也会涌趁海底 谢谢 谢谢